青年墓區的家人們 今天我要來分享我家人在線上青蟲的這個月中得救的見證 我呢來到青年墓區二十年了 甚至在 Isha for Jesus 全職服侍 關於一人信主全家得救 或者至於我和我家都要侍奉耶爾華 這些宣告和教導已經聽到耳朵都長繭了 上帝也很信實八年前我爸爸媽媽都受洗了 但是呢我有一個小我七歲的弟弟 雖然國中的時候曾經來過財品絕智 參加過一段時間的國中小組 後來也隨著青春期和人際關係的衝撞 沒有持續的來教會 接著就度過了將近二十年迷途的人生 每次我們家人相聚談起弟弟都有許多叹息和無奈 不知道要怎麼樣讓弟弟的心跟我們更靠近 一直到今年三月初的一天晚上 我弟弟突然傳了簡訊給我問我說 姐我可以請你幫我一件事嗎 收到訊息的當下我不敢點開視窗 因為很怕是什麼我無法承受的請求 也擔心是不是弟弟惹了什麼麻煩要我幫忙收尾 我深呼吸之後還是點開訊息回他怎麼了 弟弟說今晚你有空嗎可以帶我禱告嗎 那天晚上電話裡面弟弟問我要怎麼禱告 問我耶穌跟上帝有什麼不一樣 問我受洗是什麼 問我哪個版本的聖經比較推薦 因為他最近開始讀而且他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 電話這頭的我心裡也滿頭問號 我心想是不是在追基督徒的女生啊 還是最近遇到什麼人生的挫折 還是就是被雷打到了突然性格大變 他說真的都不是 就是突然好想認識耶穌 還去書店找了很多跟基督教有關的書來研究 他發現耶穌所說的東西跟他很對頻率 甚至很積極的跟我一起約去參加青蟲的時間 但剛好我三月份的週末都要出差 跟弟弟的休假對不上時間 就這樣我沒來得及帶他到山莊參加聚會或是木道班 青蟲就轉線上聚會了 我們也就開始了每週六在家看轉播參加聚會的日子 弟弟每週六都準時的來報導 其中領聖餐的時候他問起聖餐的意義 講到敬禮延後到五六月的時候 他還一副有一點失望的表情 直到上上個禮拜六 我們一起參加線上青蟲晚餐的時候 我先生玉凱就問起弟弟 最近讀聖經有沒有遇到什麼看不懂 或者生活中有特別經歷上帝嗎 我弟弟突然就眼眶紅了 哽咽的說 我覺得上帝真的是很真實 我每一天都有很多的感覺 不是難過的或是痛苦的感覺 是很感動心也很滿很溫暖的感覺 他分享著他在研讀聖經和屬林書籍上面的心得 說著他聽著敬拜的詩歌 很常就莫名的大哭了起來 他不知道自己怎麼了 但是覺得上帝很真實 我一邊聽弟弟說 一邊也流著淚說 那就是聖靈的觸摸和感動 接著我就勇敢的問他 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受洗 如果你心裡對上帝感覺很確定了 自己找到每一個他的孩子 而且是為每一個孩子量身訂做最美好 最合適的相遇 這個渴望弟弟得救的禱告 我不知道已經擱置多久了 心裡也常常僥倖的覺得 弟弟國中的時候 反正在裁品絕製過了 這樣就夠了 但上帝卻說 還有更多 他比我還要在意 並且顧念我的弟弟 信守著他對我這個家裡 第一個基督徒的承諾 一人信主 全家得救 是的 全家 一個都不會少 我想要透過我的見證來鼓勵大家 上帝能夠 而且他非常的有創意和執行力 即便是在沒有實體聚會 沒有步道班 沒有經理的意義開課的情況下 上帝仍然能夠裝備 建造 感動人的心 聖靈也可以沒有限制的觸摸和工作 不要輕看每一場聚會 即使是線上的聚會 仍然帶著神的能力 不要小看上帝的能力 即使在人覺得無力的事上 他能夠 下週的母親節 是線上的特別聚會 如果你的媽媽或者家人還沒有信主 或者你渴望你的家人更多認識耶穌 這是一個邀請耶穌 現身在你家最好的機會 我相信透過圓圓牧師一家的故事 會感動母親的心 也會將上帝的愛傳達到你的家裡 只要你勇敢的邀請 和打開青年牧區的YouTube頻道 上帝就在你家 全家得救 絕對是一個會被實現的應許 讓我們一同期待 也一起與神同工 我看見你了 我看見你不想選擇 你寫的愛